我今天故事尺度很小 所以你可以睡覺 你就當白照音天天就算了 你尺度很小 然後那個 我的那個片尸剪出來 然後我躺在後面睡覺 那邊很像以前的統神台 國動會躺在床上看阿航開台 好了啦 聊天室不要鬧好不好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聊天室大家 就是想看你躺 我跟你講我只要是裸體 我就忍不住想要站起來這樣 請開始您的Story 這故事說到我大學 那個時候 其實一開始大一的時候 有交了一個女朋友 是隔壁陽系的學姐 這個學姐 應該是基於我們這個體育系的肉體 所以很輕易的就在一起 這個學姐呢 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其實沒有很長 但大概就一個月到 我剛入學的時候我記得 那這個學姐呢其實長得沒有很好看 然後我的同學都笑她是黑屁股 因為她的 她的褲子喜歡穿很低腰 但她的屁股很黑 看起來長得很 你說她的 Buck Crack喔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啊 我覺得還好啦 畢竟就只是 她膚色本來就比較深嘛 所以屁股看起來比較黑 這也很正常 所以我並不以為意 那學校的傳統是 每年都會有 所謂的啦啦隊表演 就是每個戲都要排練 我知道那種 就自己啦啦隊 Ready One Two Down Up 對對對 所以這個時候 大家都很加緊的在練習 在我 就是剛開學沒多久的時候 等一下 我理解一下 這個人是啦啦隊的嗎 這個人不是 她是隔壁養殖系的學姐 她已經不用跳啦啦隊了 養殖系 養殖系 專門養什麼 專門養就是 養你們這些公公是不是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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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養殖系是專門研究 有鵝啊啊 蛤蟆啊 甲魚啊 小管這些的幼苗 對 但因為我們那時候都住宿舍 這個學姐呢 她就住我們隔壁那一棟女生宿舍 然後我們的那一棟 在正中間的一樓 所以我們都會讓學姐進來 我們的房間一起睡覺 就各自帶各自的女朋友嘛 學姐會進來一起睡覺 學校宿舍嘛 有門禁嘛 那晚上我們的那一間房間 剛好旁邊就是女生宿舍 她們可以偷偷開門 就可以一出門 你是說不合法的嗎 Yeah 就像你現在 幹你們這邊整天break rules 那個房間就像 你的房間到廁所的距離 就這麼近而已 她只要開個門 然後進小門 就進我們房間 我的房間到廁所距離 欸 了解是 你們不要懷疑 我的房間到廁所距離 全世界都知道 因為Tade拍過 好不好 嗯 就大概就像那樣 對對對 好 同房間的室友 一個叫怪獸 一個叫山豬 當時他們都有女朋友 房間裡面四個人 就只有一個沒有女朋友 所以晚上幾乎我們都是 抱著女朋友睡覺 那那一天呢 你就在同一個房間 抱著女朋友睡覺 對 你知道那床很小 三人床 兩個人疊在一起睡 沒有做什麼 就疊在一起睡 就已經覺得很擠了 然後又加上我們的身高都很高 你也知道我身高19 我兩個室友 一個身高187 一個身高182 啊女朋友就是 可能比較嬌小 啊我們都抱在一起睡覺 各自睡各自的床 不是核在一起睡 哦 先說先說 那一天我們晚上 我們就大家都抱著 各自的女朋友睡覺 隔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怪獸跟山豬就說 哎 有練習 山豬是休閒系的 怪獸是有個同系的 啊你們抱著睡覺 你們一定有偷偷撸進去吧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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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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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能 對 真的沒有 然後不同系的山豬 就說 他們系上要練習 他早上7點多 就已經先離開房間 那同系的怪獸 起床的時候也有跟我說 哎 某哥 我走囉 大概9點左右 他就說 他要去練習 他就走了 房間裡面就只剩下 單身的室友 他也聽到怪獸出去 他就說 那我也要出去了 他也跟著走了 所以整個房間 現在就只剩下 我 以及黑屁股學姊 他們都出去之後呢 我看一下 嗯 四下無人 不是不是 你這樣叫人家黑屁股學姊 那他也知道他叫黑屁股學姊 啊如果他看到影片 他就知道你在講他 他不知道 他絕對不知道 我們在一起才一個月而已 那現在 那現在 任何 自己覺得自己的屁股很黑的人 就覺得你在講他 OK啊 那你們對號入座來我檢查 我檢查看看你的屁股是不是 反正大家都出去了 就剩我跟學姊 我當下的想法就是 這是個好timing 應該可以進行一個 one by one one on one的這個鬥牛對決 於是我決定了 不是啊 可是這時候 你跟學姊有在一起了嗎 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在一起了 而且是 剛在一起 你沒幾天 那有什麼大驚小怪 沒有 我就只是想要 進行一個物理上的交流 你們說 哦 那時候你們還沒有物理上的交流就對了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就是因為住宿舍嘛 然後大學 就沒什麼錢 我想說 那就跟學姊來一場 深度的一對一鬥牛賽 OK 對 我們就 我就決定 原本他 我們兩個是測躺 但當我有這個想法的時候 我決定 我要跟他 正面交鋒 然後 我就把他翻過來 我記得他當時穿著一件 粉紫色連身的 秀指定 睡衣 胸部沒有很大 大概 大C 小D 他會穿這個 就表示他就在勾引你 沒有 可是他看起來就 他準備好了 這個睡衣 這個睡衣看起來很阿嬤 就是那種 小碎花的 對 粉紫色 小碎花哦 他就是長版的那種睡衣 像裙子這樣 所以 你說他勾引嗎 沒有 那看起來就超阿嬤的 就算單獨穿著那睡衣 在宿舍走一走去 也不會有人對他 騎任何反應的那種 加上臉本來就沒有很漂亮 好了啦 那他當時就穿著那個長版的睡衣 我就把他的 裙子往上撩 往上撩之後就 他的反應有點被動 因為他說 我不喜歡在宿舍耶 我們可以不要在宿舍嗎 那要去哪裡 當時可能想去外面的飯店之類的 但你知道就窮啊 沒有錢 所以我跟他說 那那那那怎麼辦 他說 我沒有什麼感覺耶 可以不要嗎 我跟他說沒關係 我讓你有感覺 所以 開始組織了新一波的進攻 先讓我的左手後衛 持球 進攻 進攻到他的高地 你知道進攻到他的高地之後發現 當我左手持球的時候 他一直跟得很緊 於是我趕快把球傳到我的右手 發現右手小前鋒可以過 沒問題 這個時候 右手小前鋒傳球 再傳回來 傳到我的小摸手上的時候 OK 直接一個灌籃 然後就進去了 整個過程 一氣呵成行雲流水 左手傳右手 右手傳過來直接進 漂亮 但進去不到兩秒之後 他跟我說 嗯嗯 你有穿雨衣嗎 你 你雨灑帶嗎 我說去哪裡帶啊 不是啊 你這樣子 也太那個了吧 在兩隊在PK的時候 你有可能打到一半才跟我說 欸你沒穿護具喔 不會啊 我一開始就會 我來問對手 護具給我挑出來 你一開始就要先穿好 既然沒有 情緒上來了 已經熱血沸騰了 我現在 風在弦上 不得不發的時候 你跟我說 欸啊你現在是 無意 你是要 OMG 同學們 你們不要這樣子 我們保護措施 請您做好再次的宣導 哦 哦 好的 年紀小不懂事嘛 好 你一直不懂事 但是這個時候 爸特 學姐 既然從他的 小化妝包裡面 杜蕾絲雨衣 他自己有戴雨衣 Yep 然後他跟我說 他學姐很夯耶 這個雨衣 讓你戴上 欸你被學姐套路耶 你你你被套路啦 老夢 不是 是這個時候 我跟他說 我已經在 你知道開始 進行 引擎的 XX運動了 動到一半 你跟我說叫我出來 叫我把雨衣穿上 再回去進行XX運動 你肯 老子不肯啊 我告你 我說沒辦法 我現在停不下來 再進行這個動作了 我真的沒辦法 他就一直要把我推出去 他想山小摩火鍋 然後退出去 硬要叫他穿雨衣 穿好之後再進攻這樣 我說好好好 OK 先暫停 跟教練先討論一下 下一輪戰術 兩邊教練協料好了 OK 教練說 你們必須穿雨衣上場 我跟小摩講 你忍耐一下 先穿個雨衣 好不容易穿好雨衣 準備要進攻了 第二輪 開始不到五分鐘 對方球員不高興了 對方球員說 剛剛都是你在進攻 現在換我們了吧 攻守交換 蛤 攻守還會交換 老摩 這個人 不覺得很大 你知道平常都是我 在主動進攻 沒想到今天 騎鋒敵手 他叫我躺好 他直接一個 西部女牛仔 開始Riding 你知道 Yeah Oh my God 表面上一吃進水 底下去暗潮汹游 Oh my God 出神入化 那技巧 不得不說 很屌 差點我們這邊的球員 就有點Hold不住 就要直接 對他吐頭水 就要結束這一回合 真假啊 真的 我跟他說 欸差不多了 差不多 該停了 該停了 雖然他屁勾有點黑 但不得不說 這個 搖的技巧是非常的好的 你為什麼一直要提起 這個屁勾的事情 當快忍不住的時候 看看他的屁勾 就可以有效降低敏感度 但是會這樣嗎 我會想一個沒有答案的事情 比如說 紅茶明明是紅的 為什麼叫Blame Tea 當說 相對論 E等於MC MC零方這個到底要怎麼算 之類的 你那個很深奧耶 他那個很深奧 你那想太多了耶 紅茶是紅的 為什麼叫Black Tea Oh my God 你在 沒有就是 就是 他說的沒有錯 欸就是 轉移注意力啦 你在做的時候 想要自己表現 再好一點 時間 再拉長一點 讓別人有可以吹噓的本錢 就 最後一波進攻了 我就在這個moment 我的房間門被打開了 怪獸跟山豬回來了 Oh my God 他們拍了一個小鳳 然後看到我 然後 他看到我就 哦 好啊 然後 我也轉頭看一下 怎麼辦 繼續好了 反正學姐還沒發現嘛 我準備要繼續 要怪獸在門口對著講了一句 欸幹 猛哥你被打拋耶 天啊 超大聲 班上同學 幾乎都練習回來了 他喊了這一句之後 我身體變成動物園 被圍彎的動物 那個小鳳變成大鳳 大鳳變成小鳳 門在那邊拉拉扯扯開開關關 瞬間 大型射死現場 超級可怕的 完全hold不住 把棉被就只能遮臉 開門還繼續嗎 怎麼繼續啊 你知道小貓瞬間說 欸教練我 我身體不舒服 我休息了 我下場了 直接退場耶 幹我以為你繼續太扯了 原來這個故事 我以為他只是想要講他這個過程 結果沒有想到是 被群觀的過程 而且大家看完之後 學姊跟我說 我下次不再去你房間睡了 但因為這樣開啟了學姊的 就是我們喜歡去 特地打籃球的這個 這個新的癖好 我跟你講這個癖好我懂 我懂 因為我有認識人 就是也是喜歡這個癖好 就是被圍看到 學姊這個時候 不敢再做任何進攻的動作 但我看他這樣 我非常的興奮 不敢動 不代表我不能動 欸 瘋狂中那個講座 一直中 一直中 那個講座就一直這樣 等一下啦 你不要再拍 你不要再拍 那一會兒 你不要再拍 對 ! 感谢观看